先感恩西兄西姐他们的邀约 真的今次是一个很难的机会 实在地讲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最近很久很久都没有姻缘回台湾了 因为我本身不是台湾人 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入境 所以真的隔了很久 记得上一次回去周年新的时候 有看到上人 上人那个时候 他应该是他眼睛刚做完了手续 那段时间上人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看到上人讲话都好像没有什么力气的时候 其实当时是很辛酸的 当下就会想 我们香港跟台湾的距离很近 所以就会想 可能往后要更多一点回去 见上人 就是多亲近上人 但是呢 那次之后 原来就无常就出现了 我们就没有姻缘 暂时都没有姻缘回去 见到上人 还想到每一次 跟上人在会务报告 或是温馨若谈的之后 上人都会说 你们要 很久都没有看到你们了 你们要 就是疫情之后 要多回来 看师父 其实有听到上人 心里真的非常地挂念 想念海外的地址 想念大家 所以真的很期待 疫情可以快快地 尽快地过去 我们在 我们在海外的地址了 我们只是 只好就是说 我们就是踏踏实实地 在做自己 就是希望把上人 那份的悲心悲愿 都带到香港每个角落 可以去关怀大家 关怀到大家 也记得之前就联系 回去的时候 其中一个最期盼的 一个部分就是草山 因为我们香港地方 很小很急 根本就 就是在外面的 就是公共的地方 是没有办法办草山的 然后我们本身的进食堂 就是比较小型的 空间是有限 曾经有办过两次的草山 但是因为路程 都是非常非常的短 就是但是每次呢 有姻缘回去 参加周年庆的时候 就可以在精神里边草山 那种的稻妻跟乏血 真的是很难去形容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期待 再往后尽快有姻缘 我们可以回到今次 跟上人见面 直接跟上人去报告 分会的所有的事情 也希望有姻缘 就是可以师徒之间 再有一种的对话 尤其在新典的时候 我们跟上人做会晤报告 结束之后 上人就有跟我们轻轻的讲 你们回去要记得 对姻生的 就是要尊敬姻生的 腐杀 对下呢 我们就要 就是其他的之后 我们就是要好好去爱护 我这句话 我是一直都记在心上 就是有时候 可能有记忆 有时候有习气的时候 可能就是因为忘记那种的声色 还是各方面的处理的不够圆满的时候 当我记忆 现在来一次去忏悔的时候 我都会记得上人这两句话 我一定要 我就是要所有对姻生的 对所有的脊弓都要做得圆满 就是要关怀到大家的感受 这个是上人 之前两年前对我说的话 我都有记在心上 就是疫情之下 大家都不好过 所以我觉得我们奇迹人 我们更加确 应该真的要尽好本分 就是在这段困难的时段 我们更要把握 每一个可以复杂的机会 去关怀大家 陪伴大家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恩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